比利时周二宣布 周日从武汉撤离回国的9名比利时公民中 一人检测结果呈阳性 患者目前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 澳大利亚周二表示 日前从武汉撤离的241名公民中 239人确信没有感染 只有两人疑似感染 这241名公民将继续在圣诞岛接受隔离 周二日本横滨码头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船上3700名船员和乘客接受病毒检测 邮轮公司表示 一名香港确诊患者1月20日至25日乘坐该邮轮 该患者登船前已有咳嗽症状 国际邮轮协会周一宣布 禁止过去14天内 到过中国大陆的船员或乘客登船 国际邮轮协会旗下有50多个成员 包括地中海邮轮 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 以及嘉年华邮轮等 国际最大型和最知名邮轮 泰国周二又确诊6宗病例 其中4名泰国公民 2名中国公民 泰国目前确认感染人数 增加到25人 是中国境外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周二从武汉飞回的撤侨专机 抵达马兰西亚 机上有107名马兰西亚公民 和外国国际家属 撤回的民众和机组人员筛检后 将在检测中心接受14天隔离 马兰西亚内政部长周二表示 1月27日至今 至少147名来自武汉或湖北省的 中国公民被禁止入境 周二韩国现代汽车公司宣布 因中国制造零部件供应中断 将暂停在韩国的生产线 这是中国境外首家宣布停产的汽车公司 福特 尼桑和本田在内的 全球大型汽车公司之前宣布 暂停中国境内的部分生产线 澳门周二宣布 赌场以及相关业务运作暂停两周 澳门周二的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10例 据悉第9个病患在赌场工作 新唐人记者毕欣慈 名誉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